各位鼎姐妹 平安 不知道大家今天回到神的家 神的殿裡面 有什麼心情呢? 看見大家都是很精神逆逆 也真是滿面笑容 好嗎?我們都將這份笑容 又跟我們旁邊的人打聲招呼 幾次問安一下 好嗎? 是的 歡迎第一次來到在我們當中聚會的朋友 今天有兩位新朋友在我們當中 就是Terence和Jane 不知道你們坐在哪裡 可否起床讓我們認識一下? 歡迎你們 我們教會有Facebook 我們也可以下載手機程式 你可以更加去認識我們的教會 也在一會兒結束的時候 我們外面也會有一個Welcome Corner 我們的執事和童工 可能你未出去已經有很多人圍著你 請你不要介意 讓我們可以有多一些機會去分享和商交 好 報告告了好幾個星期 我們在今年的Summer 我們會有一個兒童假期聖經營 都很盼望已經看到報名人數 都相當踴躍了 還有少量的名額 請大家把握這個機會 也都在同一個週末 我們也會有一個家庭同樂日 就有點像我們在新年元宵的攤檔一樣 都很希望在Summer Camp之後 我們也可以邀請這一群兒童的家庭 或者他們的親戚朋友 或者我們在座當中 都有一些暑假里斯會有很多人來探望我們 我們也可以邀請他們在那個週末一起去參與 所以這段時間有一個命名 很想有一個很Chill 很有創意的一個命名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機會去想過 今天就是最後截止了 所以大家動一下你的腦筋 如果你真的有一些很有創意的名稱 也歡迎你跟我們的Mark哥 跟我們的Mark哥來聯絡 在這段時間 我們也知道有很多的弟兄姊妹 也在我們當中聚會 如果你已經回來一段時間 我也很想邀請你來認真的考慮 我們會不會將你們的會籍轉過來在我們的當中 讓我們都能夠一起去共見神家 今天就是最後截止報名了 因為我們一年會有四次的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你今天報名之後 在未來我們就會安排轉會班 也都在接下來我們的貴會裡面 能夠順利通過接納你成為我們的會友之後 我們就可以一起去到教會裡面 繼續去建立神的家 你也可以按照神給你的恩賜負擔 去侍服 在今年的父親節主日 我們也會有一個嬰孩孩童的奉獻禮 這個奉獻禮特別是為家長 為家長一個的立志 很想在當中立志在神的面前 按著聖經的教導去牧養你的小孩 所以也很盼望 如果適合在這個年紀的家庭 也請大家積極去考慮報名 以至到今天也是最後截止報名 所以讓我也能夠收到報名之後 能夠繼續去追蹤 再有些跟進 在剛過去的三月底 我們有一次暖苗的分享 我們這個暖苗群組 其實也招聚了很多不同的街坊 無論是信了還未信 所以也很感恩 煮得很久的朋友 我想對於種植 特別是你家裡有backyard 前門婚一後門backyard 你也很想來到悉心的去打理 所以如果你對這個人也很有興趣 也很希望讓你的輪舍 可以參與在其中 也鼓勵你把握在接下來五月四日 我們去到五月的時候 那些種子應該會發芽生長 成為幼苗 在那個時間最好大家能夠交換 透過在交換的過程 不僅是幼苗 甚至乎是一些心得 更重要的 我們也能夠有機會去分享 上帝在你生命前的見證 所以也請大家預留時間 在五月四日 我們有兩個時段的分別 是那天的星期六早上 可能十時至十二時 在教會的大門入口 同日下午兩時半至四時 就會在Wismar Park舉行 好幾個禮拜我們都介紹 在接下來五月十一日 我們會有一個restore 報道籌款日 今天我們再叫Pastor Ada 來和我們介紹一下 第兄姐妹早晨 科技容許我在二樓 領著英語崇拜的同事 也可以在這裡為大家作出呼籲 過去很多年 殷泉一直有支持 Restore Canada的事工 Restore是一個為窮人、索偶 被剝奪權利的人服務的世界級組織 有需要人士會向Restore 或者被轉介到Restore去尋求幫助 Restore會安排狐狸規劃師 和照顧者 Care Planners and Caregivers 去若見作出實際的救援 讓他們同情、尊嚴、倡導 和可持續的轉變 通過這樣做 他們亦得以分享上帝的真理和愛 我們殷泉今年會再次參與他們的籌款 這個項目 名稱為Restore報道籌款日多福士 是因為大家除了暴行之外 更可以用跑步和踩單車的形式籌款 逆期為5月11日星期六的早上 我們整個Stofiel市的參與者 都會一起在Memorial Park起行 到時大家穿著大會T恤 戴給Stofiel市正能量 戴給Stofiel市正能量 謝謝Parsida Thank you 好,所以很盼望我們都能夠預留時間 特別我們教會都是很積極地參與 在Stofiel舉辦的一些活動 除了Restore Canada之外 在7月、6月尾 我們又會參加Srawberry Festival 盼望我們能夠多些和我們的社區 能夠有結連 所以大家都能夠預留時間 為何不叫報行籌款呢? 記得嗎? 因為不僅是報行 亦可以透過跑步 亦可以透過踩單車 我相信大家當中都有一些 很喜歡踩單車 當日可以透過這個運動 這個籌款的過程中更深 我不知道你有否機會走過Stofiel 因為我知道有部分的頂之妹 你未必住在Stofiel 其實你對我們這個社區有多麼認識 所以很盼望鼓勵大家在5月11日裏面 透過這個籌款幫助Restore Canada之外 亦都讓我們可以更體會到這個社區的特色 是否很鎮定? 這件就是我們在去年 Strawberry Festival時的T-shirt 我不知道大家有了嗎? 我們仍然有些貨品 如果大家還未擁有這件的T-shirt 希望你也可以買一件 以至於接下來我們也有Spring Camp 或者在一些聯合聚會的時候 我們能夠一起穿回來 很沉醒地去見證 在這個社區裡面去見證 我們都是神家的一份子 所以請大家可以一會兒 完成崇拜之後 可以在外面的櫃檯裡面去購買